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 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的主題是 與敵人合作 我們剛剛在春秋第七十集的故事中有講到 這禁國大臣為江堅英進到空 對於這些蠢蠢欲動的外族 與其出兵去攻打他們 還不如與其和解合作 這道理聽起來很簡單嗎 所謂多一個敵人 不如多一個朋友嗎 但是 為什麼當時 敬國這麼多優秀的人才 大家卻想不到這個答案呢 難道真的是非我族類 齐心斃毅 對於跟我不同掛的 或是不同一群的人呢 沒有什麼好談的 只有一個字 答 真的是這樣嗎 要是這個觀念是對的 那漢奸內奸這個名詞怎麼來的呢 難道他們不是自己人嗎 那為什麼大家想到了都是答呢 我猜是因為什麼 審視 這父母為什麼用體罰代替溝通來管教小孩啊 老闆為什麼用處罰代替鼓勵來管理員工啊 其實大多是出於同一個心理啊 那就是這樣做比較快 也就是說什麼 比較審視啊 我們不能斷然的說啊 這種方法不好或是無效 要是真的無效 就不會有這麼多的人一直使用它不是嗎 不過雖然有效 而且多數人也常常去使用 但是有效真的就是好方法嗎 講個故事給你聽吧 我國中的時候呢 趁著這個暑假啊 我跟我同學啊 一起去一家印刷電路版的電子公司打工 有一天的主管說 欸你們兩個小朋友啊 現在正在進貨 這些東西太重了 你們搬不動 你們兩個呢 先去把這個地板好好的洗一洗 記得啊 好好洗洗乾淨知道嗎 於是我跟我同學啊 開始拼命的刷地 哇這地板黑黑的 不知道沾到什麼東西 我們兩個不管怎麼拼命的刷都刷不掉 那該怎麼辦啊 主管說要我們好好的洗地板 把地板洗乾淨 但是搞老半天 這地板像是沒洗過一樣 我靈機一動啊 欸這地板看起來好像是摩斯子地耶 我們上理化課的時候呢 老師有教 這鹽酸呢 那腐蝕這摩斯子地 所以呢 我打算來個學以致用 我們呢 跑去找我同學的哥哥 他哥哥所在的部門呢 正好是在做腐蝕印刷電路板的 我記得他之前跟我說過 要腐蝕印刷電路板要用到強酸 所以啦 我們就跑去問他哥哥 有沒有鹽酸這個東西啊 欸 運氣不錯喔 他有高濃度的鹽酸 我們跟他要了一點點之後 然後小心翼翼的加在水中 不過先打個岔 我這個做法呢 絕對是錯的啦 尤其是這個強酸啊 具有可怕的腐蝕性啊 小朋友千萬不要去碰啊 不然這一不小心啊 可能連身體都被燒傷或是融化了 那我們接著說吧 我拿這個沾了鹽酸的水呢 在地上拖啊拖 你猜怎麼樣 哇 這地板馬上冒出白眼 而且很臭 可是呢 馬上就變得非常潔白了 這主管呢 運氣是給我們兩個小時去打掃的 結果我們呢 花不到30分鐘就搞定了 接下來呢 我們兩個當時好好休息一下 再回去跟他報告啦 有沒有很省事很便利 但是換來是什麼 就是地板啊 像是被刮了一層皮 上面出現了很多小細孔 將來要清潔這地板 恐怕會更加困難 我想說的是啊 這方法有效 但是真的是好方法嗎 從短期來看 是 但是長期 卻造成了更大的損害不是嗎 把對手當作敵人 這合作就非常難進行 但是要是你把對手都當成競爭對手呢 那相對起來 心理上就比較能接受與他們合作的可能啊 你可以跟A合作 然後完成對B的競爭 也可以隨時倒過來跟B合作 轉過來對A競爭 目的是怎麼樣 你要如何在這場競爭中獲勝 國家是如此 工作上也是如此 你說是吧 若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給大家喔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喔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 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